接下来在这个蔬果区种上一颗金银花 这个金银花非常的好养 在我们这里漫山遍野都是 拿来盆栽的花不仅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开的花也非常的漂亮 还能泡茶和清乐解毒非常的好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金银花它长起来非常的快 而且它是会牵很多很多藤的 所以在家里盆栽的话就要控制它的株形 那么盆的话也不要选择太大 我的话就选择口径32厘米的空根盆来种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金银花对土壤的要求不高 盆栽的话透气排水信号就可以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苏果土来种 盆栽已经加了一层这个桃栗 桃栗加土 想买这个桃栗的话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了 再把它取出来 好 这是裹了一层这个叶康 大家看它的这个根 里面是这个 全是根 可以直接种了 继续加土 稍微给它提一提拍一拍 四周按紧 再给它浇透水 浇透之后再把它搬去换苗 现在是这个阴雨天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换苗 换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 这盆金银花缓苗一个星期了 大家看它的这个枝条长得这么茂盛 遗憾的是上次不小心把它的这个枝条给砸断了 本来是在这里的 好在它的这个分芽能力非常强 砸断的这个地方下面就马上长出新芽来了 现在我就把它搬出去正常养护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养 这个地方每天大概可以晒到五六个小时左右的太阳 对于这个金银花来说是够它的生长和开花了 因为这个金银花它适应环境的能力非常的强 喜光但是也能耐阴 还有它耐热也耐寒 所以在南方地区夏天不用担心 北方地区冬天都不用担心 换室外都可以过冬